没什么 只是遇到了几个作死的人 丽北爵走在前面 弯腰拿起了桌子上的遥控板 抬手就关掉了电视 吃宝贝正看得津津有味 电视上正好演到 被欺负的白花女主幡然醒悟 奋起反击 要杀回豪门 要打脸女配一架子 不要脸的情节 正好就是高潮部分 突然电视一黑 吃宝贝才发现 自己的电视被关了 她不敢正面和丽北爵硬刚 俊连气得黑黑的 准备找池恩恩搞状去 女人 丽北爵一个眼神杀过去 金贵霸气 你们看太久了 医生说了 你要多休息 还有 少看一点这种 没有营养的电视剧 太久很重要 吃宝贝不乐意了 这部电视剧 怎么就没有营养了 女主坚强善良 无奖四美的好青年 不畏强权奋起反抗 一路打怪升级 收获人间真情 告诉我们 人间自有真情在 人间处处有真爱 完全就是一部 正能量满满 描写女性崛起的好电视 吃恩恩无语了 擦 要不是他陪着他 看了一下午 他都要怀疑他看的 是不是狗血的豪蒙 虐恋的肥皂剧了 丽北爵面对他 张嘴胡骚的反击 淡定急的 逆了他一眼 你妈不需要打怪升级 有路 我帮他捏死 K.O 吃宝贝刚刚还嘴皮子飞溜 丽北爵一句话 就把他给堵了回去 只能是干巴巴地憋了一句 那也不能证明 这部电视剧没营养啊 丽北爵还没有和初中生 真输赢的爱好 直接就不理他了 拿起了一件薄薄的空调衫 问吃恩恩 等一下跟我出去吃饭 吃恩恩接过他递过来的空调外套 眨巴了一下眼睛 仰起了头 白皙面旁透着疑惑 怎么突然就想到了要出去吃饭 你最近不是吃东西没什么胃口吗 许义找到了一家味道还算不错的餐厅 我带你去吃 丽北爵面不改色心不跳 仿佛那一家餐厅真的是许义找到的一样 而不是他逼着许义放假 走遍大街小巷去找吃恩恩也许会喜欢吃的地方 吃恩恩挺诧异的 徐特助找到的餐厅啊 徐特助最近不是很忙吗 怎么会有空去找好吃的餐厅啊 忙也要吃饭 嗯 这个理由完美 吃恩恩竟然无法反驳 但是他还是觉得 某个人命令徐特助去找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丽北爵觉得他已经看透了自己的动作 沉下身 漆黑的毛子开始浮现起了深邃的神色 去不去 吃恩恩严重怀疑 他要是不去 某个人就要炸了 他点了点头催促道 去啊 为什么不去 你先去换衣服呗 我等你 吃宝贝一听到他们两个人要出去吃东西 完全就当他不存在似的 眉头紧促 微见轮廓的脸庞 苦苦地开口就说 我也要去 丽北爵撇了他一眼 吃宝贝梗着脖子 丝毫不肯退缩 抗议道 你跟我家女人去吃好吃的不带我 我还是轻生的吗 我也要去 丽北爵看了他一眼 脖唇一碰 随便你 说完 就回身去换衣服去了 吃宝贝马上也起身 踩着他的超大拖鞋 我也去换衣服 最后出门的时候 原本计划中的两人队伍 硬生生的 就变成了七个人的队伍 因为 吃宝贝换好衣服准备出发的时候 南建元看到了 听他们说要出门吃东西 发现了一家好吃的店 万年宅的人立刻就表示 要跟着一起去 她要去 化身为她腿不挂剑的女孩 立刻表示也要跟着一起去 小公主要去 霍一和乔以墨不放心 也要跟着一起去 于是 原本只有两个人的队伍 一下子就变成了七个人 幸好 丽北觉得坐驾是家常款的林肯 轻轻松松地就能够坐下七个人 就是 来的人太多了 完全打乱了她的计划 她全程是黑着脸 四周气压 压得很低 霍一和乔以墨都不敢说话了 吃宝贝因为有南建元在 也没有开口的欲望 光用眼神谋杀南建元去了 诺诺还小 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看脸色 笑嘻嘻地在赤恩恩的怀里撒花 唯一一个 可能和霍一他们感觉到了冷空气的人 只有南建元 然而 南建元呀的神经也太大条了 完全没感觉 就想到了吃的了 左面是诺诺和赤恩恩母女俩 甜蜜的日常 右面是尊贵男人冰着脸的冷气压 霍一和乔以墨度渺如年 屁股下面仿佛是有针在扎一样 坐立不安 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 两个人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就下了车 绝业 少夫人 到了 霍一一下车 立刻就弯腰迎接着几个人下车 乔以墨把诺诺抱下了去 诺诺甜甜的道谢 谢谢以墨姐姐 他短腿一沾地 立刻甜甜诺诺的叫 大哥哥 牵手收 吃宝贝 后他一步下车 立刻就酷酷的瞥了他一眼 鄙视道 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要人牵手走 小屁孩 他自己年龄 貌似是比人家诺诺大多了 他还好意思欺负自己的妹妹呢 吃恩恩扶住了额头 幸好诺诺大方不记仇 嘟嘟嘴也就自动地无视了自己哥哥鄙视自己的话 哥哥坏 哼 坏就坏 总比你花痴好 吃宝贝不甘示弱 两个人大眼睛瞪着小眼睛 都气鼓鼓地不肯退让 吃恩恩的额头划下了三根黑线 还是决定在中间调节一下 吃宝贝 不要欺负你妹妹 吃宝贝都很不爽 又是自己被说了 我才没有欺负她呢 谁让她那么花痴 看到人家长得好看 路都走不动了 都这么大了 还要人家牵着走路 诺诺没有多大 幼儿园都还没有上呢 走路让人牵着 很正常吧 不过对于吃宝贝来说 诺诺的正常 在她看来才是最大的不正常吧 毕竟当初她五岁的时候 已经知道靠着自己的美色 在幼儿园里倒卖棒棒糖 赚零花钱了 以她的标准来看 大概四岁半的诺诺 在她的眼睛里 算是很大的年龄了 吃宝贝皱眉 盯着气鼓鼓的女孩一眼 还是闭上了嘴巴 诺诺在自己哥哥这里受了委屈 等南建元一下车 立刻就扑进了南建元的腿上 抱着大腿 奶声奶气的呜呜 大哥哥抱 哥哥坏 欺负诺诺 大哥哥抱诺诺 诺诺不哭 她可怜巴巴的样子 让南建元都不好意思不抱她了 弯腰把她抱起来 说道 不哭